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改善拖延的習慣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的話,請繼續收看下去喔 我們每個人都一樣,我們腦中都有一個聲音就是一直在告訴我們偷懶啊 或是給我們一堆藉口來拖延時間 我也一樣,每個禮拜我拍兩次的影片,有時候三次 然後你知道嗎,每次在拍影片之前,我的身體跟自己腦袋裡面的戰爭 真的就是很激烈,我會給自己很多藉口,我覺得我是製造藉口的天王 在拍影片之前,我幾乎的藉口都是這樣 我很累啊,我今天不舒服啊,可以明天再拍好了 欸我今天頭髮好醜喔,然後我長痘痘啊 然後今天天氣不好,燈光不好之類的問題 那我們在面對這些藉口的時候,有一個選擇 就是要不要去聽從這些藉口 如果你聽了這些藉口,然後什麼都不做的話 你今天晚上睡覺,會感到很空虛 因為什麼真的都沒有做 你離你的目標還非常的遙遠 如果你不聽從這些藉口,做該做的事情 即使你沒有完成今天該完成的工作 我保證你在睡覺的時候,不會感到充虛,反而會感到充實 然後你會告訴自己說,今天我做了好多事情 我明天一定要做更多 其實每一個人都一樣,即使是比爾蓋茲或是比yoncé 你想到的每一個成功的人,他們都跟我們一樣是普通人 但是為什麼他們可以為世界帶來這麼多美好的事物呢? 是因為他們拒絕去聽從這些藉口 拍拍自己的臉,打起精神來,認真的做事情 我們每個人都有夢想,但是夢想不會實現 如果你不去實踐它 不管你做的那些是完美或是不完美 你只要去做就對了,有做就有成果 沒有做什麼都沒有 也許你會覺得,我現在做什麼事情好像都沒有人在care 然後沒有人注意到我,然後沒有什麼回報 你知道嗎?其實每個成功的人都一樣 他們都要經過這一段沒有回報,沒有人注意到他的這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你能撐過這段時間的話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七彩的光芒 不管你的夢想是什麼,你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如果你現在突然發現,欸,我還有一些東西還沒有去做耶 請你關掉這個影片去做該做的事情 相信我在今天晚上睡覺之前,你會感到非常的滿足 但是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喔 我每禮拜一跟五都會有新的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在下面留給我一個讚 然後我們在下一次見啦,掰 ىˇ